來到淡水中正東路一段三項內 可以看見施工多時的干針活動中心 終於撤出了圍離 而根據公所表示 目前廠商已經完工 正在等待驗收當中 而使用執照也將於進入內核發 有關於本區淡水區的 干針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這個工程在今年度的11月 廠商已經正式申報完工 目前正在進入我們後續工程驗收的階段 包含建築物的始造勤領的階段 公所表示建築主體工程目前已經完工 而等到使用執照核發 接水接電之後 公所也會開始進行內部裝修的工程 預計將在明年2月農曆年後 就可以啟用 讓干針里的里民 都可以多一個活動的空間 在這個階段清理完成以後 後續還有一些內部的 一些裝修工程實作 在明年度就可以來正式的 對外啟用開放 干針里是目前淡水人口數最多的里 但卻沒有一個活動中心 地方爭取多年 好不容易找到現在這塊工油土地來興建 雖然整個活動中心的地坪只有200多坪 但相信在完工之後 也可以提供附近居民一個優質的活動空間 記得傳播為淡水採訪報導